霸梁投票正式落幕 基隆市長謝國良 隔天馬上回歸基隆市政 一定會好好的在各界的鞭策下 我們會繼續努力 做好我們的工作 謝謝 國民黨成功顧梁 過去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胡夯沛在基隆得票八萬四千票 這次不同意罷免票八萬六千票 而二零二二謝國良得票率 百分之五十二點九二 這次不同意罷免得票率 百分之五十五點一六 白尾最後關頭呼籲小草顧梁 起到了關鍵作用 我跟張七凱委員 我們就挺身而出 來站出來響應我們的小草 不要用情戲花瀉政治操作 但立委預告 藍營仍然避免明年大罷免時代的來臨 國民黨痛批 還要浪費多少人民納稅錢 立委羅志強也大酸民進黨 輸了就切割 林佑昌出來面對 有民進黨的議員在范雲的直播中 竟然他這樣說 他說民進黨絕對沒有參與 霸凌團體的行動 贏了就收割 輸了就切割 明年的大罷免朝如果來 你們是準備花幾億的公帑 來去做政治鬥爭 能不能你們有蓋子一點 先把罷免的保證金交出來 那請主戰者主要主事者擔起主要的政治責任 嚴防綠營明年發動全臺罷免 國民黨將啟動選霸法修法 為了呼應民眾黨的主張 也將加嚴連署門檻 我們的門檻本來我們是要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維持一樣是百分之二十五的門檻 然後我們加嚴 然後就是一定要提供身份證 惡修選霸法 那要沒收人民權利的選霸法修法 真的有比照顧人民福祉的總預算案的審查 更急迫更重要 更具備社會正當性嗎 惡止惡霸風氣選霸法修法 將成為本會期朝野的攻防焦點 記者石文賢 蔡比王 台北三郎報導